20多个小时的飞行时长,于10个小时的时差,迥异的语言与历史文化,拉丁美洲与中国曾是彼此眼中遥远又神秘的地域,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,作为全球中高收入新兴和发展中精细体最为集中的地区, 拉丁美洲吸收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,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,长州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阿根廷级教师斯蒂文·索特雷,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,讲述了中拉双方在文化协同概念下,促进民心相通的第三条路。 我找到一个书店,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历史的一本书,是法文的,我一定要和中国,我们找到一个学校,教中文,我们应该去学习一些中文,知道,挺难的,我们阿根廷有一句话,如果有一个很难的,我们说,别说,别说,太难了,和中文一样的。 每一个星期三次我们到中国,我们学习中文,然后去中国赛。 经过几年的浸润,斯蒂文于2004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,踏上了当时拉美地区,显有人涉足的中国研究之路。 斯蒂文的父亲,阿尼巴尔·索特雷,听完儿子在中国的见闻后,也决定投身中国研究,着力研究中国发展道路,以及阿中关系。 并在2008年,应墨西哥韦拉科鲁斯大学邀请,领导新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。 时至今日,斯蒂文父子都已成为研究中国的专家,以为在墨西哥研究中国道路,以为在中国增进拉中文化交流。 说到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,要从一艘中国船说起。 1565年到1815年,中国船将丝绸、布料、织物等亚洲产品,通过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运入美洲。 船只返程时,汇载满来自拉丁美洲的香料、饮料等特产。 斯蒂文介绍,这是拉中最早的双边贸易。 中国是一个发展很快发展很好的国家,然后让我们可以和中国一起合作,会让很多国家做更好,让很多国家也发展。 从2001年起,中拉关系日益紧密,特别是2013年,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,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内容的中拉经贸交往,如火箭般增长,人员、文化、旅游往来频繁。 我们必须要提高更多的方面,不单是农业,不单是官业,这个很重要,非常重要,但是要更多的。 现在拉美的转销职业,在国际贸易来说,他们参加可能不到百分之十。 转销职业就是百分之90的职业,我们要互相了解这个问题,互相干什么,怎么做。 在中国17年,斯蒂文成了拉中交流的使者。 2017年,为推动阿根廷与中国的民间交流,斯蒂文在北京成立了在华阿根廷人协会,目前已有200多名会员。 他还承担起常州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的外联工作,与多个拉美国家使领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 在斯蒂文看来,拉美地区与中国在经济上有许多互补性,而经济互补需要文化协同。 我没有对不对的文化,文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,我不要容易矛盾,也不要容易不高兴。 我要了解,怎么让我的不同的干法过得,不同的干法是一个第三个干法。 我的意思是,我今天说,卸动文化。 你这么想,我这么想,不是一个问题,就是一个机会。 秉承这一理念,斯蒂文在中国不仅教授西班牙语,传递拉丁美洲文化, 还不断将拉丁美洲的法律、历史、经济专注译成中文, 公赴拉美投资星业的中国企业参考。 他希望自己成为一艘文化上的中国船。 这一次,将拉丁美洲的人民带上船,让他们亲眼见到中国。 高兴的是,可以来更多的人来中国看。 这个是我和爸爸最高兴的一个事。 因为,我们不需要说什么,你们看,你们可以看这个社会的那个和学, 社会的那个发展,国一干这个,刚才说高典,那个这个。 他们看以后,我这样很好,但是我不这样,他们也会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